凡恩在目前的版本 連國際賽都強到需要首強的地步喔 我們在世界賽的版本 現在首強凡恩是蠻強的 只要你凡恩跟隊伍搭配的很好 其實凡恩能在前期就拿到很大優勢 凡恩的持續傷害雖然很猛 但缺點也就是手偏短 你們知道嗎 過幾天傳說就要改版了 改版之後會新出一件裝備 叫做日影之弓 可以短時間內增加攻擊距離 這豈不是讓凡恩下個版本又要更強的嗎 雖然蠻多射手也可以出日影之弓這個裝備 像特爾 可是凡恩現在前中透氣都這麼強 再出這件裝備真的是強到飛天耶 哈囉 早安 嗨 你好秀哥 I'm Yuga 今天巔峰賽要玩現在 槍槍槍槍槍我最強的凡恩 凡恩現在為什麼這麼強呢 就是因為凡恩他在前期就非常痛 痛的點不是在於他的瞬間爆發 而是屬於持續傷害 而且凡恩他有個特點 不知道大家有沒有發現 他跟其他隻射手不一樣 最大最大的差別就是 你看我們左下角的裝備 出了兩件不屬於物攻類型的裝備 這個凡恩依舊傷害非常高 就他可以多出個一兩件坦裝 可是他的傷害呢 還是過於常人 這就是凡恩他厲害的地方 所以下個版本出了日影之弓 來彌補凡恩手短的問題 我相信下個版本的凡恩 只要沒有被削弱 他會更強 雖然我們對線的特爾下個版本出 他手會更長 可是你要想 特爾他要手長 他要強的時期也是在中後期 他不像凡恩 前期就非常的強 對這個不太一樣 你看這前期凡恩跟特爾對點 就算特爾要跟我對點啦 我講真的 他絕對點不贏凡恩 因為凡恩你只要控制好 你的被動是4成的情況下 你每一次的普攻 都可以打出隨機的標 不管打出什麼標 你的普攻傷害就是很高 下個版本除了會新出日影之弓 這件裝備之外 還會再新出一件叫做 碎空長刃 也是一件有主動技能的裝備 他開始之後可以短時間內 增加自己的減傷 有點像夜叉的二技能 我相信大家也看了蠻多那件裝備的資訊 在改版之後 我們也會持續的跟大家做介紹 在前期我們輔助都跑去遊走了 而且他們打的方向都是凱撒路 那我魔龍路呢絕對壓制 特爾看到他黃標丟不到 但只要有丟到 你就可以一直去丟他 那我本來只是想要特爾 沒想到特爾一直出來點我 這也是首長的優勢啦 那沒關係 在四等之後反而會更強 因為我只要開了大招 我就會直接獲得四成的被動 也就是每一下普攻 都會丟出隨機的標 這個納塔亞想壞壞 超人也來救駕了 牛魔王頂得非常漂亮 搭配我的黃標 收掉了超人之後 特爾也別想跑 剛好瑟斐斯也在旁邊 哇這不得了 這是買一送三吧 買一隻納塔亞的蹲點 蹲在我們紅區嘛 結果送了他們三個隊友 香到爆炸 這場會出反甲的原因 也是因為他們有超人跟瑟斐斯 這種絕對能衝到我臉的角色 你看喔我的普攻距離 就這麼短 這個距離也剛好是瑟斐斯 大招能跳得到我的距離 所以瑟斐斯只要我打得到他 他的大招也跳得到我 為了增加我的容錯率 所以我們還是出了冬日 再加反甲這種裝備 趁隊友都在上路打架 我們趕緊吃個魔龍 因為你現在要去上路支援的話 說真的來不及 我又沒位移 所以就吃個魔龍香一點 拿個魔龍幫隊友增加一點額外傷害 吃兵線啊 吃野怪也都有額外傷害 就趁機做點事情啦 我們的外塔是還沒有四分鐘就把他推掉 那現在看到特爾在中路 清完兵線 我再猜他可能會繞野區回下路清兵 所以做了一個蹲草叢 果真遇到他 大招直接噴 觸發了四成被動 就直接丟 就可以殺掉他囉 下路剛好有兵線 一支瓣 就用這一支瓣 血樣的小兵 直接把一座二塔推掉 最開心的是推完了超人終於來了 好久沒看到你喔 拆了塔 連人一起帶掉 來了瑟菲斯 我很怕他跳我 好險牛魔王及時來救駕 幫我卡了一下人 莉莉安也來了 我們可以回頭 看有沒有機會打打看 那看起來只能打兵線 吃完兵線 這個藍我們也要收下來 我們狀態都還不錯 就可以在遠遠的地方 把瑟菲斯的野怪全部清空 緊接著你就可以去中路 幫忙推個外塔之類的 我這個人比較貪心啦 想要把野區全部吃掉 但是在吃這隻小野怪的時候 看到特的位置這麼的深 喔 他交了瞬移 給我們尊重 那肯定沒問題 就讓他走吧 那他呀 什麼都來了 其實牛魔王幫我卡瑟菲斯卡的很好 沒有牛魔王 我現在應該死掉了 我們真的要來幫中路推個塔 趕快先把中路的外塔推掉 推掉之後隊友會比較好入眼 好的 這個特丟丟丟 我們傷害 你說要到暴擊好幾千 是沒有 可是我的持續傷害是蠻痛的 再清一波兵線 清完這波就差不多要退了 也沒錯 推高地有點不太實際 那就是繼續的農裝備 然後看到這個超人 還敢吃冰啊 補助 我們有黃標可以斷超人的腿 牛毛頂的也不錯 超人連飛都飛不起來 就直接GG了 就這版本的超人很難玩的原因 太多控制技能了 我們也去上路幫忙推一下外塔 雖然好像不需要我 但我還是來摸個幾下 這樣我們拿到了KDA分數 應該比較高 哇 跳出一個瑟斐斯 其實剛剛瑟斐斯跳得很好 只是因為現在 經濟差 真的 剛剛瑟斐斯挑三個人 那也沒辦法 這個順利風的差距 已經拉這麼大了 7分鐘20比6 現在我們去中路 這個超人想要清兵 就把他秒掉吧 這個超人感覺他很軟 是因為這個經濟差距很大 超人是對面的輔助 輔助呢 錢就更少了 那他可能只出到一件輔助裝備 坦裝都還沒來得及出 就被人家打到高低去 上路 我是覺得有機會啦 畢竟我們這麼順風 但隊友感覺不是很敢打 哇 被超人推出去 隊友站的位置都可能比我還後面 但我是覺得 這個經濟差距 我們是有機會往前搭來看的 很好 對面倒了三個 但是要推高地也沒辦法 就把紅驅吃一吃吧 等凱撒嚕過來 凱撒來了 只有納塔亞守耶 這肯定要推掉的 三路全爆 基本上是穩贏的 基本上 有時候 也會因為自己貪玩 想要塔殺 就輸掉 欸不對 還有一個下路高地耶 那這樣子沒有三路全爆 這場我有點害怕拖大後期 因為布萊特肥起來之後 有點噁心啊 大到開起來 超人 瞬間被瞄 瑟斐斯這個跳大 跳得不錯喔 可是你看 這布萊特一開大打不死啦 因為我沒位移 只要我瞬移用掉了 布萊特就會一直黏著我打 又沒辦法 甲龍加油 把他們三路全爆吧 加油加油加油 欸 呃 欸 哇 549滴 復活之後 隊友已經在打架了 等等我馬上到 超人 暈一下 把他收掉 看起來 不需要推下路高地啦 這就是我為什麼會說 凡恩 下友們們 有日領之功會更強 因為他前期就直接把特壓倒性的勝利 特還來不及肥 遊戲就已經要結束了 不知道你們怎麼看 下個版本 日領之功這件裝備呢 有哪一些角色 適合去出他呢 歡迎留言告訴我 趕快幫影片點一個大家喜歡 我是劉哥 我們就下部影片見囉 掰掰